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宁伟乃中国公安特警被派混入香港犯罪集团 调查涉及国内贪污等严重罪行 为取得辅光信任,宁伟参加一个黑吃黑行动 与汉匪在闹事火拼大对警员赶到 宁伟之号挟持方亦华督查跟警方对视 逃走过程中遇上袭击 宁伟奋力保护方亦华令他深感这不见容貌的 蒙面匪徒并非一般冷血之辈 巩固弃寻父亲是否犯法 宁伟否认最后只留下传呼机号码已被紧急联络 但主他绝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自己行踪 故此遇上方亦华询问时巩固充满敌意 方亦华与巩固健身感情在其母亲病逝后 把他带到香港正警司的西及小孩来引出宁伟 方亦华大发雷霆 但正为求立功一意孤行 本来已信任方亦华的巩固的西背出卖愤然离去 同一时间巩围前往营救儿子 与方亦华在黑暗中发生巨战 另一方面巩固原来被小黑救去并答应相助 除夕当天小黑带同巩固返公司 遇到处心积虑的辅光率中挟持巩固马上传呼父亲 巩围收讯后和方亦华双双 感到与辅光爆发一场困兽斗 好了 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将搞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